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居地产V1 亚文 世界五大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韩展 中国韩展 眾所周知,在珠海举办 而且珠海机场 仍不断扩建和升级中 今天大家一起看看 现在现时的进度是如何 目前珠海机场 改抗建整体的建设进度 已经过了一半 完成了T2行站楼的主流 地下室的结构封顶之外 预定的工期是提前了 大概有两个月 这个工程是广东省重点建设的工程 是现有的T1行站楼 东7会新建了一个T2行站楼 工程整体是成一个T字形 施工项目主要包括有T2行站楼的 东、西、南、子朗及主流四个大区 总建筑面积大概有18.7平方米 按照计划 将于2022年的8月完成西二平滑区域 一二平滑之间联络到所有工程 9月完成T2站平 东二平滑区域所有工程 10月完成快速滑行道区域所有工程 12月完成QR渡口区域所有工程 实施珠海机场的抗建工程 是适应了大湾区的发展需求 整个工程预计在2023年将会建成 投入使用之后 珠海整个设计的容量将会提升至 2750万水平的人词 还会升级为一个国际机场 而且3月29日 关于支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意见出路之外 还会其中针对珠海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要求 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的经济特区 意见中还强调了打造区域、航空运输的枢纽点 增强了珠海机场、珠海港的功能 高质量地建设区域性的树楼机场 支持收边珠海机场总体计划 推动将珠海机场第二跑道 纳入国家十四五计划前提的工作项目 珠海机场接下来会结合着地理优势 依托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路网 加强了与港澳机场的合作和问楼和客楼的运输 目标是顺应了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发展十三五计划 将珠海机场打造复合人的国际干线机场 粤港澳大湾区、珠中江、西岸的航空树楼 所以珠海机场附近的物业 它是深圳又令人去值得期待 毕竟航空新城现在的均价 都去到两万七千元左右 但现在有个本地开箱 虽然是本地开箱 但它开发项目都有很多 而今次我们带来的项目就是我们的半山与海 半山与海顾名思义 有山又有海 目前的价钱仅需14,999元 如果大家有兴趣 欢迎联系屏幕 右上方电话号码、电话、WhatsApp和WeChat 都要同步 今期介绍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未终未订阅的朋友 可以敢按屏幕的 右下方订阅按钮、订阅频道 给个like和tap旁边的链钟 每次上新影片打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老公 你看 这间中处地产店 YouTube上面 很多流行市民介绍 哦 中处 这间中处的服务到底 咦 那我们打一下屏幕右上方电话号 和私信一下 嗯 好啊 好啊 那我们选了一层房 要下定的话 之后那些手组怎么办 好啊 那杨先生你放心吧 那我们会以公司的户口 代收代付你的房款 过程当中也不会收取 任何手组费和佣金 还会有专人一对一为你服务 跟进你所有手组流程 直至出房产证 那挺方便的 老婆 我去下顶了 好啊 我也挺喜欢的 哈哈 大湾区卖楼 上YouTube找中居地产 中居地产 中居地产 给你一个五星级的自服务 想事业大湾区的朋友 我们免费为大家提供 九大事业服务 联系我们 事业大湾区 首选中居地产